137年前,在当时堪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定远舰,正式进入清朝海军北洋水师服役,然而,就是这样一艘一度被誉为永不沉没的战舰,服役短短十年便在甲午海战的战斗中自爆沉没,直到125年后,我国才终于在微海湾内探寻到其遗海,随着定远舰上遗存的文物被清洗干净,在场的考古人员不禁潸然泪下, 那么,125年前的定远舰究竟发生了什么,最终为何会自爆,舰上又留下了哪些文物,2019年,考古人员在微海流工岛附近打捞沉没125年的定远舰残骸,一年后,一件重达18.7吨的神秘物件被打捞上来,特别令众人泪目的一件事情,据悉,在1881年,清政府为了压制日本海军铁甲舰, 于是,决定耗资140万辆白银,向德国造船厂定制了一艘排水量7000吨级的全钢铁甲舰定远舰,五年后,这艘钢铁巨兽如期交货,全长94.5米,宽18米,满载排水量可达7670吨,最高航速可达14.5节,6200匹马力,更是让其有亚洲第一巨舰的称号,据悉,该舰的防御能力和攻击能力都非常强悍。 竹炮可轻松穿透300毫米厚的钢板,拥有六门37毫米的五管速射炮,更是让敌人闻风丧胆,在1894年,甲午战争打响后,而在三井舰的带领下,日本舰队气势汹汹地开舰黄海,于是,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主力,在黄海与日军展开激烈交战。 可是,因为北洋舰队的整体实力不及日本,开战两个小时,就伤亡过半,定远舰父辈受敌,日本舰队更是叫嚣着要击沉定远舰,疯狂地朝着定远舰开火,无数炮弹如同暴雨倾泻而下,致使定远舰的甲板上燃起了熊熊大火。 可是,自始至终,定远舰都屹立在海面稳如泰山,不仅如此,在接下来的战斗中,定远舰还用它强大的火力重创了日本的三井舰,令其丧失了作战能力,仓皇逃走。 然而,野心勃勃的日军并没有就此停手,1895年2月5日凌晨,日军派出十艘鱼雷艇潜入北洋舰队基地对定远舰进行偷袭,最终,定远舰被日军第九号鱼雷击中尾部要害,船体被硬生生地撕开一个大洞,海水瞬间倒灌,被迫搁浅在刘工岛东南岸,即便这样,北洋水士也没有放弃抵抗。 他们把定远舰当作一个固定炮台来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抵抗,直到弹尽粮绝,被日军团团围住,为了避免定远舰落入日军手中,舰长刘不禅下令自爆定远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,这艘钢铁巨兽结束了他辉煌的历程,而在当时定远舰的配置非常高,无论是排水量,战斗能力,还是航速定远舰都是世界顶尖的军舰。 因此,定远舰又被称为亚洲第一军舰,中国海上最后一道防线,从这两个称号也能看出定远舰在当时到底有多么强,但好景不长。 北洋水师的预算被缩减了慈禧和清政府,缩减了一大半,导致舰队船只无前维护,落后的武器也不能更换,甚至连船员伙食档次都降低了很多。 同时,日本舰势到了定远舰的强大后,也开始发展海军,到了八十年代后期,综合实力已经超越了北洋水师,在甲午战争开始后,海战也同时拉开了序幕。 起初,北洋舰队一直占据上风,甚至马上就要取得战争胜利了,但是后期因为军费不足,后勤跟不上,炮弹也不够用,所以北洋水师落入了下风,四大军舰之一的致远舰,被日军炮弹击中,失去了战斗能力,只能被迫与一艘日本军舰同归于舰。 而定远舰虽然成功撤离,但也被逼到了刘弓岛,后来日本海军为了彻底摧毁掉定远舰,对刘弓岛发起了总攻,定远舰不幸被鱼雷击中,丧失了行动能力,只能作为一个固定炮塔来作战,此效笔掌之下,让日军的信心大增,迫不及待地挑起了甲午战争。 1894年9月17日,日联合舰队和北洋水师在大东沟遭遇,这就是决定两国命运的黄海海战,由于北洋水师装备老旧,但要不足,100毫米以上主战火炮只能发射2300多发炮弹,而联合舰队却能发射46000发,此刻,双方的火力密度为120,射速比为11,北洋水师处于绝对劣势。 除此之外,双方炮弹里的炸药也不一样,北洋水师用的是落后的黑火药,也是现代鞭炮用的火药,威力有限,而日军所用的是新式苦味酸炸药。 威力是黑火药的100倍,因此在激战中,北洋水师官兵虽然英勇作战,连续重创多艘日舰,却由于弹药威力不足,未能击沉一艘敌舰,仅仅击沉了一艘鱼雷艇, 而在日舰凶猛火力的打击下,北洋舰队由五艘军舰沉没,最后依靠镇远和定远的铁甲掩护,才勉强撤出战场,进入了母港威海位,大战过后。 双方在后勤补给上的差距也显现了出来,北洋水师的军舰急需修理,却始终找不到合格的维修工,备用零件更是没有, 只能停在港里干着急,而日军只用了五天时间,就把重伤的八艘军舰全部修复完毕,恢复元气后,就开始猛攻威海位, 而在坚持了几天后,舰上的炮弹消耗殆尽,为了不让这最后一道防线落入日本手里,定远舰舰长韩磊下令,把定远舰炸沉,自爆殉国。 于是,这艘亚洲第一军舰成为了历史,2014年,国家文物局特别组建了一支水下考古队。 开展对定远舰的水下考古调查工作,历时两个月的调查,考古队利用先进的海测仪器,采集了多个遗迹数据, 然后结合日军绘制的定远舰搁浅前的航迹图,通过战后日本拍摄的定远舰搁浅照片,考古人员准确锁定了定远舰沉没的海域位置。 不过由于洋流影响,水下打捞工作很难直接展开。 为了保证打捞工作万无一失,考古队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工作,等到了2020年才正式开始。 然而,即便前期工作做得非常全面,但打捞一开始,考古队还是被预想不到的阻碍挡住了步伐。 由于定远舰已经在海底待了上百年,周深早已沉积了许多淤泥,要想立于后期穿钢缆,将定远舰遗骸吊起来,首先就要将淤泥清理干净。 这年8月1日,定远舰考古调查项目正式启动,按照前期计划,工作人员分为三组, 在不同区域进行抽泥工作,将定远舰四周的淤泥都给抽走,但由于该海域内的淤泥质地非常的硬,再加上海上天气不稳定,考古队接连遇上了三个台风,工期愈发紧张,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多日的努力下,最终定远舰遗骸以及上面残存的文物都被起掉出海底。 考古队看着打捞出的大批重要文物,欣喜之余将这些东西都进行了一番清洗,等到他们看清楚文物的具体模样后,无一步潸然泪下,考古队打捞出的文物主要分三类, 一类是船体构建,一类是武器弹药,还有一类是生活物资,在这些文物中,有着各种型号的炮弹即子弹一千多枚,多种型号的炮弹引信即拉火即百枚,可想而知,在那场海上激战中,北洋海军所面临的威胁有多大,才会让他们如何拼命地发射炮弹,除此之外,从定远舰上遗存的牙刷。 水杯,瓷碗等生活用品中,不难想象出,战士们在战斗的闲暇之余,短暂在舰上生活留下的点点滴滴,定远舰作为北洋海军的旗舰, 他的风光与沉默,代表了北洋海军从兴盛走向覆灭,但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了砥砺前行的精神,其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令人折服,而选择与他共同进退的丁汝昌,刘不禅等以身殉国的爱国英雄, 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,124年后的今天,人们在海底发现了定远舰的残骸,岁月流转,世事变迁,唯独定远舰好像被历史永远地保留下来。 船上的物件都保留着沉默前的模样,在定远舰的船舱内,人们发现了一具士兵的遗骸,他紧紧握着船舵,或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仍然怀揣着战斗的决心, 只可惜,他已经没有机会了,这个逝去的士兵令我们心生惋惜,难道他不够勇敢吗? 当然,他有着无比的勇气,否则他不会坚持战斗到底,然而,他却出生在一个无可挽回的时代,政府的无能导致整个国家走向衰落, 尽管北洋水师的战士们怀揣着曝国之志,却无力改变这一切,那段历史是我们不愿触及的伤痛, 但我们应该深深记住关于北洋水师的故事,记住沉默的定远舰,记住那个坚持战斗到底的无名英雄,只有铭记教训,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。